各位亲爱的好朋友大家好 我是艾斯潘 你现在收看的是艾斯潘趋势交易系统网络基础课程 那么今天呢给大家所讲的内容呢 是我们非常重要的一个操作阶段 也就是控制系统 那么之前呢给大家讲了我们艾斯潘趋势交易系统的几个环节 那么首先呢第一个呢是给大家详细的讲解的是交易思维 交易思维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请大家能够把我们交易思维这些课能够多去看 多去感悟多去体会 尤其是在自己平常的交易中 能够去大量的去体会咱们的艾斯潘趋势交易系统相关的一些思想 这是给大家讲到的这个很重要的交易思维 完了之后呢是给大家讲到的是资金管理 资金管理显得是异乎寻常的重要 那么没有资金管理 你就很难能够把你的交易彻底的执行下去 我发现很多好朋友在交易上出问题就是资金管理的问题 比如说当出现连续的止损离场的情况出现的时候 这个时候就是考验你资金管理的时候 当市场给你带了负面的这个信息冲击的时候呢 你这个时候唯一能够保证能够保护你的就是你的资金管理 所以说资金管理呢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这一点就能够明白把自己的资金管理能够计算出来 在我们给大家录制课程的时候呢是按照咱们日内的短线15加5模式 给大家进了一个录制 当然了像这种比较实用的这种录制呢 也请大家能够多去推演 也就是你从15加5能够推算到咱们的这个4加1的模式 包括一加15的模式你都可以去推算出来 这都是根据行情的变化而变化的 都是根据你操作的不同周期而变化的 这点请大家能够明白 那么资金管理以后给大家讲的是教育机会 教育机会的识别 教育机会的筛选 包括教育机会的出现 都是我们进行市场交易的一个基础 在讲完交易之后呢 讲完交易机会之后 给大家说讲了一个很重要的东西 就是我们埃斯潘趋势交易系统 可以说很有特色的一点 那就是能量的分析 在很多的这个一些财经资讯的栏目上 很多专家在发表意见的时候呢 是很少是用能量这个角度的分析市场 我呢对市场它的运行的一个能量的特征 进行一个总结 同时包括它外在的形式 我们借助于我们普通啊 技术书记里面所看到的技术图形 进行一个一一对应 这对我们的交易非常有帮助 这样呢 我们也对能量进行一个量化 一个视觉的一个图形化 这样有利于我们去做交易 同时呢 我们还给大家去筛选出 比较有利于我们去交易的几个图形 让大家去做 讲完能量以后呢 给大家所讲到的是交易机会 还是那个技术图形 那关于技术图形来讲 它就是能量的一种表现形式 是能量外在的一种表现形式 所以说它很重要 这也是个基础 关于如何去进行实图 关键 还有一个是如何去进行绘制图 这都是非常基础的一个工作 当然呢 我会在咱们的培训课程上 尤其是在我们的网络 培训课程上 给大家去详细的去讲解 如何去绘制图 那么经历过我们这次培训以后 大家就可以非常清楚的 能够明白你所绘制的图形 和我绘制图形是完全一样 因为我们只有一个标准 这个标准就是 看是否和市场相实用 是否能够表达出市场能量基的 一个状态 越贴近市场 那么这个图形就越标准 所以说在同一个时间段内呢 能够最有力的 或者最鲜明 最生动的表达市场能量基的图形 只有一个 因此呢 我们绘制图形也就有了标准 这是给大家所讲到的技术图形 完毕之后呢 给大家讲的是什么入场系统 入场系统相对而言是比较的简单的 但是呢 入场呢 又是很关键的一步 当你挂单子的时候 当你挂单子的那一刹那 你之前所有的工作都会 在你那个单子上进行体现 有的好朋友在挂单时候不敢去挂单 不敢去挂单 就是前面的某一个 某一个地方出问题 某一个阶段出问题 要么是这个资金管理出问题 要么是你的交易的这个 交易机会的识别出问题 或者是你的交易所谓本能的 或者你自身本能的和这套交易体系去对抗 所以说你下单一刹那 就决定了你之前所有的努力 是否都一一的通过我们的这个考验 通过我们的关口 就是很重要的一点 因为入场系统就是落实 它看起来很简单 但是它是很难 因为在控制系统之前 它让你去思维 让你去思考 让你去认识 只有在入场系统 这一个课程里面是让你去做 让你去做 所以说我对大家 我们在网站上给大家 我们图标就是 就比较的 大家看我们网站的图标 咱们网站的这个logo 我花了将近有一个下午的时间 把它给设计好 咱们网站的地址是3w.spandacom 花了一下午的时间去进行设计 大家看 这个logo就是上面写的有字 大家不知道能不能看得清楚 下面我们找个图片 大家看大一点 也就是这个GPG的图片 大家观察一下 上面写的字 这就是只管交易 只管交易 所有的只管交易 就是在你下单的一刹那 在你做的时候 就没有必要去考虑 交易机会 它是否标准 仓位是否合适 等等这些问题 都不要去考虑了 为什么呢 你之前已经做好了 这个准备工作 因为你做就是只管做而已 这个只管交易 这十个字 也能够很好的来纠正 很好的在交易中的一些问题 比如说单子下进去 我天哪我心里很害怕 我心里非常的 老是怕亏损怎么办 那提示你就只管交易 亏就让它亏 亏是很正常的 就正常理损 就是市场或者是你盈利的 或者你整个交易的 不可获取的一部分 那么 你在这种情况之下呢 就没有必要过多的考虑 亏损在你 给你带来的负面影响 只管交易 这是给大家所提示的 你每天去看这几个字 只管交易 只管交易 对你的提高啊 也是非常重要的 也是可以说 是一个无上的秘诀 老老实实在按照市场去做 多余的东西 没有必要去 去过做多的考虑 在讲解完我们的这个入场系统以后呢 我在前两天给大家讲解了 应该是在上周的时候 讲解了一个是保护系统 保护系统讲解了比较的详细啊 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能够领会得到 保护系统里边的几种形式 那几种爆发的样子 几种形式 是否能够 已经非常全面的领会得到 能否用到自己的交易里面去 这个还不太清楚啊 至少没有人现在给我反馈 在学习这个保护系统之后的 一个相关的一个感想 那么我们 就之前给大家所讲的课程 可以说是解决了入场的问题 或者入场之后的一些小问题 那么如果行情一旦爆发起来以后 我们该怎么来处理 这个很这个这个是很重要啊 这是非常非常重要 也是等于说咱们的控制系统 也是我的一个发现 这是个发明啊 我在其他地方也是看不到咱们这个控制系统呢 咱们的控制系统一共分为三部分 那么第一部分就是咱们的351系统啊 这个很多好朋友咱们 尤其是咱们区里边 一些老朋友啊 经常在区里面沟通的朋友 我给他们都啊讲解过 另外还有是在五一啊 到正中来参加这个聚会的朋友啊 也给他们讲解过这个351系统 不过这个讲演只是一个初级的讲解 包括我们今天的课程给大家所讲的这个啊 也是一个最基本层面的一个讲解 这是个基础啊 控制系统是比较复杂的 因为你要想把这个单子给做好 尤其是把单子能够拿得住 这个控制系统很关键 也就是这个控制系统是是让你把单子拿得住啊 是让你把单子能够拿得住 拿得稳的这样一套系统 他所以说是非常重要的 他包含几个方面是很多的 第一个就是咱们的三无标系统 第二个就是呃 我们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就是呃 趋势线啊 当然这个也充上趋势线啊 这和我们平常所学的趋势线也不一样 而我们啊 我可以给他取个名字叫做控制线 而这个控制线非常有力度啊 他虽然和我们平常在技术数据里面所看到的这个啊 趋势线有点啊 类似但是他不是趋势线啊 我们把它叫做控制线 另外一个呢 也很重要就是和咱们的控制线 配合起来使用的就是呃 所谓的通道 我们给他取个名字是控制通道 在这个通道里面呢 好 可以说让你的这个持仓啊 能够更加的有信心 我们是用这三个方面的东西来 组成咱们的控制系统 那今天呢 呃 给大家所讲解的就是351系统最基础的一个使用 呃 像我们之后的这个比较复杂一点高级的使用 包括这控制线以及控制通道 呃 都不会再给大家进行网络上一个公开了 呃 只会发放给我们内部的会员 比如说像我们的开户会员 呃 像我们的开户会员 会给他们去讲 包括我们的这个呃 网络 课程的会员啊 网络培训的这个会员 问好评和问 那么今天这个可能是不是就不重要了呢 不是 他也很重要 你就按照这个基本的来去做 就没有问题 啊 就按照这个基本的来去做 一点问题也没有啊 你平常按着去做 就用351系统也是没有问题的 只不过他会稍微有点小误差而已 啊 对你这个盈利稍微有点影响 但是大体上没有 也没有一点问题 因为你没有用控制线 也没有用控制通道 所以说在这个时候呢 啊 你的盈利很显然呢 啊 他会离场有时候可能会会晚一点啊 有的时候可能会早一点啊 这都是不可避买的情况 但是如果用上这个控制线和控制通道的话 那就啊 就非常非常轻 就非常非常准确 有时候是这个啊 这个经济的人吓人准确的 让人感觉到很恐怖的那种情况 你当你离场以后 那很快这事就反方越行 这种情况是很很长期很长 我在 我在 我在应该是在去年底的时候 在测试这头系统时候 操作黄金 那是非常非常准确啊 当然先不说这么多 下面呢 我们开始给大家讲解 咱们这个351系统 最基础的部分 大家我直接打开图啊 直接打开这个 咱们看完软件图就可以了 咱们的这个控制系统呢 有三根线啊 351系统有三根线啊 组成 那么第一个呢 是粉线啊 第二个呢 是绿线 第三个呢 是蓝线啊 它分别都有不同的含义啊 也有不同的功能 嗯 在和很多好朋友 沟通聊天的时候 当我给他介绍这个351系统的时候呢 呃 他们就会问一个问题 那么就是老潘 你为什么把这套系统叫做351系统呢 呃 有有没有什么特殊的含义呢 其实呃 这是和我之前的一套这个 这个交易股票啊 做股票的这个方法是非常非常这个近似的一个 那当时是一套是多周期共振的一种情况 就是三十分钟 三十分周期加五分周期加一分周期 就是 是这样一种模式 这个是利用均线进行配套 当然那是我另外一套这个交易的方法 不过目前呢 那套方法给我的最大的一个收获就是这个控制系统 那其他的入场干什么都是非常的呃 不成熟 因此我们把之前那套系统给给舍弃掉了 其实大家如果关注我新了微博的话 而应该是在去年时候 我在网上给大家进行一个微博的一个直播 然后进行一个测试 当然也没有什么反馈了 那么那套系统呢就是 呃 留给我们爱斯潘 其实交易系统最大的一笔财富 就是这个三五一的控制系统 因此呢我还是沿用了原来的名字 叫做三五一 希望大家能够明白这一点 也是为了纪念 呃 那时候利用三五一的一个神奇的一个表现 呃 沿用了老名字 使用没有变化 那下面呢我就给大家讲解 咱们这个三五一系统最基本的一个东西 首先呢这是三条均线 呃 这三条均线的参数是多少 可能会 呃 可能很多很多好朋友会比较到这个感兴趣 呃 那么这三条均线的参数呢 大家可以去 呃 如果你不在群里面的话 你可以直接加我的KQ 啊 2553395553 啊 2553395553 你向我进行咨询 我来告诉你 另外你也可以向我们的 啊 你所认识的我们群里的好朋友向他们进行咨询 关于这个均线怎么去设置啊 啊 像这些基础的东西就不给大家继续讲解了 包括颜色怎么去调整啊 啊 这个时候就不用给大家去讲解了 因为在我们群里边 尤其是在我们的群共享里边 他有咱们这个看板软件 你打开就可以看啊 是吧 呃 这是非常啊 也是非常轻松简单的 那下面我们来说 先说粉线 那么粉线的作用是什么 粉线作用是 来解决你的第一次检仓 我什么时候检仓 粉线是解决你的第一次检仓 那么绿线呢 他所决定的是你第二次检仓 那么蓝线呢 是你第三次全部把仓位评完 这是最基本的一个要求 你可以提前 但是你不能落后 换句话说就是这样的 我的粉线 破粉线我检仓一次 没有问题 你检仓50% 没问题 然后呢我到绿线离场 没有问题 这很好 破了蓝线你还不动 破了粉线你还有但破了这个蓝线 你还有但在在里面的话 那么这个时候就有问题了 这个时候会出现很严重的问题 你的利润会有很大的一个缩水 所以这个时候很注意 当破掉所有均线的时候 不允许有单子在里面 这个破当然有这个有假突破的情况 但是我们判断是不是假突破要根据 第一根线的突破力度 第二根线的这个确认情况来进行判定 以后呢有课程里面回答讲到 如何来应对假突破 这是给大家所说的最基本的使用原则 再来给大家重复一下 不管任何周期五分钟一分钟 包括一到月 各个周期都一样的 只要碰到粉线 只要碰到粉线 它是很灵敏的 我们就检仓 另外一个碰到绿线 继续检仓 你也可以去进行离场 当碰到蓝线 突破蓝线的时候 此时此刻你的里面不能有单子 当然你可以下反方向单子 这点没有问题 你不能有单子在里面存在 这是给大家一个提示 因此呢我们叫粉线呢 叫做非常非常灵敏的一条线 它可以说叫做趋势跟踪的第一条线 然后绿线呢是趋势跟踪的第二条线 那么蓝线呢可以说就是你最后的一道防线 其实就是你最后的一道防线 这一点非常非常重要的 那么另外一点需要给大家说明的是 这个351系统什么时候使用 351系统使用的情况是能量的爆发 也就是当市场爆发的时候 爆发以后我们再使用咱们的351系统去进行 一个运用如果能量没进行爆发 或者出现这个假突破的情况 这个时候就没有必要 就没有必要去进行一个 去进行一个这个控制 去进行一个控制 因为没有进行控制 它不是真正的爆发 只有是真正的爆发以后 我们才能够使用咱们的351系统 大家一定要记住这一点 因此我平常呢 我平常我就看我平常我的这个磨码磨码 我就只看这个图 看入场 看入场 然后下面是保护 保护完毕以后 有一定的盈利空间以后 确实爆发了 然后我才打开咱们的这个 这个控制这个页面 这是 这是使用条件 也就是在能量积累的时候 你没有必要使用咱们的控制系统 能量积累的时候 不要使用控制系统 能量系统 咱们这个能量爆发以后 等行情爆发以后 能量释放的时候 释放以后呢 我们才会使用到咱们的这个351控制系统 我给大家讲解过 咱们每一个步骤 其实咱们的每一笔交易 如果能严格的履行 咱们爱斯潘趋势交易系统 每一步骤的话 其实 所交易确实很轻松一件事 你像我们首先资金管理搞好 完了之后 把自己的日内最大亏损 包括代米交易的最大止损 额度多少算好以后 搞定 然后呢 实力交易机会 交易机会很规范 完了之后去挂单 买交 买交完毕 进行保护 使用保护系统 在保护系统完毕以后 那开始 行情确实爆发了 我们就控制就可以了 用我们这个控制系统去控制就可以了 遇到粉线检测 遇到立线离场 其实就这么简单 这就是我们整个的一个 控制系统 那么下面呢 我 我给大家来演示 演什么 演示去各个周期之下的 各个不同的货币队 包括黄金和白银 他们控制系统一个情况 那么现在时间呢 是2013年8月30号 今天下午是4点半 那下面呢 我们看最近的行情是一个什么情况 大家仔细观察 这是上周的 这个 这个是上周的爆发 对吧 这是上周一个非常好的交易机会 那么这个交易 这个交易机会呢 好朋友们和我一起都做到了 是非常好的 这是个能量收敛的图形 然后呢 向上进行爆发 爆发以后 我们开始用这个粉线来进行控制 那通过粉线控制之后呢 我们在这个位置时候 在周一的时候呢 进行一个减仓 对吧 因为他没有破绿线 所以就不用离场 进行一个减仓 在经过减仓以后 大家自己观察 在这个位置上 又重新出现了一个 我们的入场系统给我们提示 这个地方又出现了一个比较不错的 就是接近七行啊 接近七行一个走势 由这个地方 我们的多单又再次成交 那这个时候 我们还是继续呢 因为它是在 大家注意看 因为它是在这个位置上成交的 因此呢 我们继续拿着它 等破了这个粉线以后呢 我们减仓 等破了粉线以后减仓 等这个位置破了路线以后 我们把所有的全部减 全部离场就可以了 所以说你这一步就拿的很轻松 而且中间呢 还有一次加仓机会 当然是关于这个加仓怎么去加 我们会在咱们的培训课程上 当然这个应该是在现场培训课程上 会给大家讲咱们的平衡论 可以说这个平衡论 可以解决你所有的交易上的问题 你现在所面临的交易的所有问题 都可以用平衡论来进行解决 这一点问题都没有 所以说大家这点就注意了 当然了 如果你持有长期单子的话 持有的时间比较长 比如一直沿着蓝线 你从下面大家再观察一下 假如这个单子你是从前面 入场位置进来的话 你是从前期入场位置进来的话 你这个时候你就给离场了 也就是当你的黄金多单 是在这个位置上入场的话 迟迟和这个时候已经强力的突破 今天下午呢 我看圈里面很多困难都已经入场了 没问题 我的也入场 前期做过一小步 因为这个也是一个数量图形 这里没问题 然后你在这个位置上入场的一个多单 由于突破蓝线的 你们这个地方是假突破 对吧 大家自己观察一下 这个地方 这个地方它是一个假突破 第二个也没有确认 又收回去了 所以说你这个时候 就应该把你在前面这个位置上下的多单 应该平掉了 就是这样 这个控制系统就是这样 比较的这个相对上也还是非常非常轻松的 没有什么难点 但是呢 还有很多小细节 需要大家去把握 当然我给大家所讲的 这个是4加1的模式 是小尸图 那15加5还没有给大家讲 那下面我们继续来看之前的黄金 在我们有入场 交易机会 有入场图形以后呢 看之后的控制 它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情况 大家来自己观察一下 好吧 我们把之前数据给大家来进行 来给大家进行调出来 好吧 好了 那下面大家观察这一波 其实也是一样 没什么 应该说 应该说没有什么区别 这一波也是 也是给大家在我们的策略视频 也是给大家讲到了 其实 在分析每天的交易策略的时候 没有什么保留 有机会就有机会 没机会就没有机会 你就是把握住咱们4加1的模式 就是小时做单子 哪个仓位小一点 你跟人做进去 你都很难出现亏损 这 其实这些话应该是忠告 大家自己观察一下 咱们前面这一波 这是巨型 之前讲过很多遍 然后在这个地方多单入场以后 你看粉线 我们此时在这个位置上是减仓一部分 对吧 然后破了路线之后 我们就离查 你就很完整的就把这一波 就是你就是很完整的 你从这开始 很完整的 你你就把这一波 这个地方抓了一部分 对不对 然后这个地方你又抓了一部分 基本上这两个物质差不多 你就可以做到了 可能有的好朋友又说有点很严苛的要求 就是我能不能把这个仓位给平到高点上 任何的控制系统都不可能把你的这个仓位平到最高点上 为什么 因为最高点的形成 在那一刻你不知道那是最高点 因为没有人知道市场是什么样子 没有人市场知道这个后边会怎么走 对吧 因为你不知道那一点是高点 所以你在那点上 你你还以为会涨呢 对吧 所以说不可能平到最高点上 另外一点呢 也不可能 在什么情况 也不可能就是你随随便便的就把单子就平掉 因此这个这个地方有个延时 换句话说我们的离场 我们的就是减仓 如果各位好朋友仔细观察图形结合住我们控制系统的话 他一定是出于什么呢 一定是出于这个能量积累阶段我们在减仓 对吧 我们是在能量积累阶段在减仓 之前我给大家讲解过 在能量的释放现在我们去做交易 在能量的积累现在我们是不做交易的 那么通过我们这个控制系统就可以把这一块重新理解为 一旦能一旦这个行情爆发以后 那么我为了不去把能量的这个积累状态做进去 我可以减仓 其实减仓就是你部分的离场 在内心深入是认为这个单子已经不存在了 一旦这个单子减仓 或者是我给我的好朋友们讲 给我的学员们讲 一旦这个单子你保护了以后 其实这个单子减仓已经不存在了 和你的下一笔交易没有任何的一个关系 因为他对你的盈利对你的这个本金没有任何影响 就是他止损了也没有影响 对吧 只有一种可能 对你盈利有所增加 所以你不要考虑什么 保护以后 你不要考虑这个盈利的回缩问题 正常离场就可以了 对吧 所以这点大家这点是很重要的 因此在能量积累现在我们减仓 就相当于我们之前全部离场 不用考虑 所以说在这个地方时候 减仓以后 我们就不考虑前面有单子 但是 其实不能说没有单子 那个单子肯定还有 所以碰到绿线就离场 因此 这个交易就是很奇怪的一件事情 就是不是没有离场 也不是离场了 你确实离场了 因为你把单子 因为我们不做这个能量积累 你在能量积累之后 你把单子已经弄掉一部分 平了一部分了 对不对 但是呢 你还有单子在里面 又不能说离场 但你既然是没有离场 你也不能认为有单子在里面 其实这一个是一个很矛盾的 但是 大家可以通过我的讲解来看 其实是一个客观事实 这是一个客观事实 因为这是有个大的原则 就是在能量积累的阶段 我们是不做任何交易的一个安排 但是里面还有单子 但是单子对自己 你又不能不管它 你又不能实际管它 又不能不管它 就这种弱急弱离的这种状态 其实我们爱斯潘区域交易系统的每一个步骤 都是我们的交易思维的体验 包括控制系统 控制系统体验的更明确 其实在十一倍交易的机会 或者图形 都是我们爱斯潘区域交易体系的体现 其实它是一个完整的一体的 虽然分了每个阶段 这有利益大家已经学习 其实它就是一体 好 这是给大家所说明 你看这个地方就离场了 我们再看看之前 一定要找爆发 不爆发没意义 大家仔细看这个地方 真的要出现一个能量积累这个剧情 对吧 这个剧情以后 然后向上的进行走 走完之后 这个地方就减仓 减仓一半 或者是减仓三分之一都可以 那么到率线 这边是一个假突破 一定要注意这种假突破 两个方面 第一个看突破的力度 一定要等这个线走完 小日度控制的话 一定等这根线走完 这是一个 那么另外一个 要看第二个人现在确认 这一看就非常明了 那个图片要看 这一看是非常的 那这一看是 哇 是不是这个是这个 那么第二个人又收上来了 对吧 第二个线他有 第二个线他有这个 他这个位置上 我们就保住这个图片大小 都可以了 不用放大 你看这个位置 又收上去了 所以说继续控制 还不离场 一直拿 一直拿 拿到什么地方 一直拿到这个 咱们这个突破这个时候 突破这个时候 突破这个时候你要离场 那这个时候可能好朋友会说 会会说 那么那后面涨上怎么办 不管你离场是你对前一笔交易单子的一个一个总结 那后边你该挂单还是挂单 你该空中还空中就可以了 这就是一笔一笔的交易 当然这一波行情整个做要来 我们可能会做很多笔单子 我给大家所做的一次交易 所谓的一次交易是一个方向的交易 所谓的 所谓的咱们一次交易是一个方向的交易 它有很多很多单子去组成的 因为咱们突破识别出来以后 它总是在一个方向成交 比如说这个地方的多单是 这个地方多单成交 这个地方也是多单成交 总是在一个方向上成交 我们这叫做一次交易 这才是一次交易 对吧 它有很多单子去组成 我们接着再往前面看 我们也可以识别出很多很多 大家注意看这一段 当然这段没有入场图形 我们就没有必要去考虑控制 大家看这个地方 仔细观察这个地方 这个地方是一个不再规范的 一个三角形 你看的很明白 对不对 那么这个单子入场以后 这个单子 我们在这个位置入场以后 那么然后就控制 在这个位置上进行了一个减仓 进行一个减仓 但是减仓以后 我们又重新形成了 又重新形成一个三角形 看到没 我们又再次入场 对吧 再入场 然后碰到这个粉箱位置的时候 减仓一部分 减仓 完了之后呢 碰到绿线之后 我们就离场 其实就是这么简单的 那么有很多好朋友说 你在这种减仓 怎么又再点挂单子 这是两个单子 这是怎么转 怎么讲呢 这没有什么 没有任何区别的 你不要以为我减仓了 我就不下单了 不是 你该减仓就减仓 你该离场就离场 你该进新单子 就进新单子 这个给之前没有关 你不要以为我前面减仓了 我后面就不敢下单子了 或者我前面离场了 或者我前面止损离场了 亏限离场下面就不敢下单子了 不是 这个前面的单子和你后面单子 他们两个是没有任何关系的 因此呢 你每一笔交易都是严格按照我们 爱斯坦区别交易系统 入场图形来做的 他只要佛入场 我该检查呢 那 少粉仙 他举我演示一下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明白 那给大家搞点 呃 弄点比较这个核心的东西 让大家去听一听 不知道你们能够那么理解 你比如说这个地方 我们这个地方空单对吧 这个地方空单入场以后 好我们完了之后 我们完了之后呢 是在这个地方 减仓了对不对 减仓一部分 然后下边这个位置 你该挂空单还是继续挂空单 你不能因为前面单子 因为在这个位置上的一个减仓 而影响下边的一个重新挂单 呃 当然群里面的好朋友 我们一块交流的比较多一点 呃 也暴露出一些问题啊 有时候我用文字 也给他们去讲解 有的好朋友就是前面单子止损了 后面单子不敢下了 只要符合没有超过你日内的最大困难幅度 你为什么不敢下 有入场图形 你为什么不执行 你害怕什么呀 ok 还真是很重要的一点 所以这个 呃 我们接着往前看啊 这是很重要的这个 包括咱们四月份做黄金 都是非常非常舒服啊 大家看 这是 这大家仔细观察这个黄金的这个图 我们塑料看一下 这样看会更加清楚点 黄金这个图形啊 这是一个 呃 应该说是不太规范的一个提醒 那不太规范的一个提醒 该做该怎么做做进去 我们在这种我觉得很清楚 这个困难做进去以后呢 啊 一直没过滤线 我也反复给大家讲这个案例 在塑料片的时候 突破以后呢 并没有这个呃 上滤线 一直拿到他有 然后这个地方又形成一个奇形 大家观察这个事情 空担继续入场 结果市场很快的给我们 一个丰厚的一个回报 连续两天的下跌 然后到这个滤线以后 上这个粉线以后 我们就减仓了一部分 完了之后再 你看滤线一直没有上 看到没有 一直没有上 然后这段还给一次加仓的机会 一直到什么 一直到这个时候 他才把我们这一笔交易 让我们去离场 大家算一下看几个点 我们从这开始啊 从这段时间是156美金 黄金呢 是156美金 你可以说你把这不做到的话 你账户就按照我们的参与来讲的话 你翻个两三倍 一点问题都没有 就这一步你做到的话 你翻个两三倍 一点问题都没有了 你该减仓减仓 你该立场立场 你该进去就进去就可以了 当然这是讲的是行情爆发 因为我们之前 现在给大家所讲到的 就是咱们的控制系统 控制系统就涨爆发的 验证一下咱们这个351 最基本的使用是否有效 很完美 这个系统 那立场控制非常完美 这个小颗图 其实你看下级别图也是一样的 完了之后我们接着看前面的 前面如果没有爆发的话 那显然 这个控制系统起不了作用 大家看前面的 前面这一步幅度 也是记得非常清楚 我和我的助手 助理在我们这个地方做的时候 哎呀 这个做的太棒 完了之后 这个地方呢 我们的这个 空单 这个地方我们的空单进入场 隔了一周 今天早上 然后呢我们是 简单一部分 简单一部分 但是呢这个早盘时候 虽然没过路线 但是当时我们操作是 也不应该离场 不过呢 碰到我们的这个保护了 结果就离场了 但是呢 没有关系 他再次给你提供了一个 入场的交易机会 大家自己观察 再次给你提供了一个 呃 再次给你提供了一个 非常非常完美的交易机会 有这个前例位置 大家看这点突破 也就是周三的时候进行突破 向下一路向下 然后呢 上粉线的时候 这个时候进行了一个 进行了一个检仓 到绿线的时候 我们进了一个离场 不过这个地方这个入场 就有点勉强啊 这个地方是采取了一个 追灯的一个方式 整体来看 这个控制性 它是非常强大的 不要敢 你自己可以去看一下 啊 大家现在你看到课程的话 你可以赶快的 想让我索取 这个几个 这几根线的这个 呃 参数是什么 完了之后呢 你或者是 给我沟通接触群里边 跟大家进行交流 群里面的好朋友的话 我现在要求你马上 打开你的 看板软件 就是我们的看板软件 然后呢 你看呢 这个控制系统 把你之前数据全部看一遍 只看能量爆发 因为控制系统 它所的 它的任务 就是能量爆发以后的事情 但是能量不爆发 能量没有爆发 能量积累 那就没有必要去看 你看当出现这种幅度以后 它到底出现了一个什么 一个结果 你就按照这个方法来做 很简单 很简单 对吧 完了之后大家看前面这一步 也是也是一样 包括这一步 非常的完美 这一波是入场是非常的完美 这个地方是首先空单入场以后 对吧 这个地方我记得很多好朋友在这个爆仓啊 哎呀我看这个时间呢 这想起这个2020这个2013年的这个4月12号 也是我们今年的时候 很多好朋友在这个地方进行爆仓啊 非常的恐怖啊 但是按照我们的入场系统入场以后 完了之后就是你没有 其实这个地方大家自己观察 这个地方给了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入场交易机会 如果你经历过咱们今年的黄金下跌的话 你看得很清楚这个地方它就是一个入场交易机会 对不对 哎完了之后呢 一路下跌 第二天继续跟着跌 以后我们保护我们单子 不仅可以过过夜也还过周都没有问题 因为已经保护了嘛 到粉线这个位置进行一个检查 大家看这个位置是不是又重新进了能量机来 确实是 然后到绿线时候就进行一个离场 所以是这一步做的是非常非常完美 然后这一步我们的收益230个点 我清楚就进了一个230个点 大家仔细观察这一步下跌 可以说非常完美的圈设了咱们351控制系统 也显示了咱们351控制系统一个强大 这是当然这个咱们的一个发现 不能说我的发明 只能说是我发明 因为我使用这几个参数 用的时间太长了 太久了 自从应该几年 应该是从零五年 应该是从零几年 不是零五年 应该是从零八年 零九年差不多 都那个时候就使用这几条线 但是他发现后边的妙数是非常非常大的 当然这时候也需要感谢招商银行的砍牌软件 就是因为他的砍牌软件看时间比较长 看来比较多 所以说才从那边提炼出这一点 运用到我们的股票上 运用到咱们的黄金外汇上 效果是非常的非凡 这不就很清楚就抓到了 对不对 这就是例子 入场系统就用入场系统解决 控制系统 我们就用控制系统解决 如果你要想入场 你赶快把咱们的入场的相关要求 看一下就可以了 对包括 当然有一些行情爆发比较慢 当然我们会在咱们的网络基础课程里面 会来讲 网络这个会员课程里面 会大家会来 怎么这个平行课程 会来讲解这个 行情爆发的几种形式 就是行情爆发的几种模式 逃不出这几种模式 已经都给大家总结好了 但是咱们这个会员课程呢 关于这个招生的相关信息啊 大家可以去这看 大家可以去我们的网站看 目前呢我并没有 这个培训公告 并没有公布 公布以后 大家就可以来参加咱们的培训 当然这个培训的一个说明视频 现在已经啊 发到网站上去了 大家有的朋友已经看到 可能很多朋友对我也不太了解 所以说也在观望状态 如果没有关系 你可以一直来关注我每天的 外汇黄金的测试视频 你来看一下 今天给大家讲破坏的控制系统 以后对你操作会更有帮助 我希望通过咱们这套 免费的网络基础课程 就能够挣到你参加咱们的这个 网络课程的这个学费 一点问题都没有 好好看提示 像这种比较缓门爆发 也是很简单 然后呢 我们接着给大家往前看 只要有幅度爆发 它控制是非常非常好的 控制的是非常非常好的 这是给大家说 讲到咱们这个最基本的一个使用 在这里需要给大家提示一个问题 行情的强弱 爆发力度的大小 包括能量一个高低 能量是强的还是弱呢 通过我们这个351控制系统 能够看到一清二楚 非常非常简单 什么时候用到蓝线 什么时候用到绿线 什么时候用到粉线 包括这个粉线 与蓝线 与绿线之间的距离 粉线与蓝线之间的距离 绿线分别与它们两者之间距离 它都能够很清晰的表达出行情的大小 也就是说 这里边它是有一个规则的 不过呢 今天呢 尤其是给大家说讲到的是 基本的一个演示操作 只告诉大家怎么做可以的 为什么这样做我先不告诉你 但是在我们的网络课程里面 一定会给大家去详异详明节 通过我们的控制系统 来有效的来控制咱们的行情 来有效的来控制我们的吃仓 让我们把自己的盈利最大化 好了 这是给大家所说明的咱们这一套 东西 其实就是给大家说的 所说的这个黄金 大家可以去翻 你先找入场 先找入场 入场之后找控制 你可以自己去感悟 4加1模式 好了 我们再来找一个 比如说看欧元吧 好 看欧元 这是欧元 昨天的行情非常好 好 我们找欧元 这是欧元的小儿图 对不对 前期是一个能量的积累 然后就爆发 减仓 就可以了 但是我们说的是4加1的一个模式 我们看欧元行情爆发以后 是否也符合的规则呢 其实都符合 这个也是完全符合大家自己观察一下 我们 我们先找一段行情来看一看 大家自己观察一下 这个 对不起 这个嗓子不是太好 喝过水 大家自己观察一下 大家看前期这一波行情 前期这一波行情走的是非常有意思 然后呢 这是在周四的时候向下进行猛烈的一个爆发 大家看到 这是一个三角形 这是一个巨型 对吧 猛烈爆发以后 粉线离场 到绿线 粉线是减仓 到绿线呢 没破掉 一直念 一直没有很好的破掉 对不对 一直到这个时候突然间向下突破所有的均线 怎么办 全部离场 告诉大家 蓝线是你们最后一道防线 如果你真想 想把这个交易给做好的话 一定要记住 你今天既然来学习艾斯潘 今天要学习我的这个控制性的话 一定要记住 当破了蓝线以后 一定要彻底的干净的离场 一定要这样 否则你看后边出现什么情况 急转直下 急转直下 一路哗哗哗哗就往下 就往下砸 对不对 这个地方当然没有这个能量积累 不过要从通过我们的这个控制线和控制通道的话 像这种行情 非常简单 一清二楚 就看着就比较明白了 好了 我们接着再再看 再看一下这个欧元行情爆发情况 这些很简单 对不对 爆发了 然后呢粉线呢 粉线减仓 绿线离场 这个软件走的现在比较慢 你像这种行情的话 其实就是一段一段的 什么叫行 这个行情叫一段一段的 你比如说你看这个地方 这个收敛三小型 对不对 大家看一下 从高点五往这看 不过这也可以 这是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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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能量收缩 对不对 然后呢 大家看这一段 这个地方是减仓 最后离场 对不对 经过一段时间运行以后 左这一段减仓 左这离场 它这个行情是一段一段的 不是那种 它和这个军线和盟库扭矩的一起 再给你一段一段的去做 有些行情就是哗啦一大波段给你 所以说有的有的好朋友说 我是做波段的 我我我听着就好笑 你是做波段的 你自己这句话 你一说明就是很显然 就听着就不是很专业 波段是你想做就能做到吗 光想做的大波段 现实不现实 很不现实 对不对 行情是什么 我们就怎么做 它现在让我们一段一段做 我们就一段一段 像刚才的黄金 一下子这么长 大幅200多 200多美金 那好了 那我们就这样做就可以了 所以说你像这一波整了下来 我们需要很多笔单子去做 来组成的 大家看就是一样能量爆发 这一波 这个时间我看这时间点是什么时候呢 应该是年初的时候 哎呀记得是非常非常清楚 确实也是因为这一波 啊这个把我这个整个的这个之前所亏损的资金呢 给过了非常非常大的一部分 当然也结合前面的啊 也结合这个也结合前面的 你看这一波行情 就是这个地方 你看到粉线简仓 绿线没有真实突破 大家看清楚这个绿线并没有真实突破 完了之后继续加装完 非常好 你到我这里没办法给大家放大看啊 这里面又是个加装 加装的 这波做的是很完美 然后呢 绿线离场 一部分 当然你可以通过蓝线离场也没有问题 在这个位置之后 又紧接着继续给你提供交易机会 也刚刚给大家提到 啊 继续给你提供交易机会 空单入场 然后继续控制简单离场 整个的过程是一个非常完美的过程 和整个的市场融为一体 交易到今天给大家讲这个课为止 我们艾斯潘 趋势交易系统就给大家讲解完毕了 那么剩下如果有课程的话 就给大家讲这个总结系统 这个总结系统就比较简单 因为每个人的方法不一样 当然你要参加我们的网络培训课程的话 总结也是一套模式的 怎么样通过总结自己之前经验的一个 而交易的经验能够让你快速的一个提高 这个地方很重要 所以总结系统咱们网络课程呢 就不给大家进行提供了 今天是我们艾斯潘趋势交易系统 网络基础课程结束的一天 我们这座课程的前天后 搞了有两个多月时间 有两个多月时间 也非常的感谢各位好朋友的一个支持和帮助 也有很多好朋友从中获得了 这个交易的一些相关的一个秘密 也对自己的交易产生了一个比较积极的影响 最起码呢已经改变了你交易的一个节奏 改变了你一个交易的习惯 很多好朋友给我说 我现在知道我不能乱下单子了 我现在我也有很多好朋友 尤其是我们群的好朋友 我们所谈话都是用咱们艾斯潘趋势交易系统的一个术语 有没有能量状态是什么 能量是积累啊 能量是等级啊 能量是收敛啊 是衰竭啊 包括这个交易机会是什么交易机会单子怎么怪 我们都是用这道方法的术语来进行沟通行情 没有人说方向 没有人说这个要涨要点 没有 如果你真是理解了市场的话 我们是不给市场去定方向 市场怎么走 我们去怎么做就可以了 我们根据我们的系统提示来做 市场让我们去做的时候我们就去做 不让我们去做的时候我们就不做 这是整个艾斯潘趋势交易系统的一个精髓 也是做这种单子 也就是做这个按照方法去做的话 没有压力 但是盈利很稳定的一种情况 也有很多好朋友问我的盈利情况怎么样 其实你不用问我盈利情况怎么样 你要问你自己使用方法是好是坏 这点是很重要很重要的 当然了像我们这样的一套 我后边我可以给大家去 当然我也给很多好朋友沟通 有没有必要去一些展示什么 因为我如果去展示我的单子 很多的好朋友就是奔着单子过来了 而不是奔着方法过来了 我再告诉你各位好朋友 如果你真真正正的喜欢自己的方法 喜欢这套方法的话 是想真真正正的提高自己的话 你把精力放在交易的方法上 而不是放在我的单子上 我跟大家喊单在区域里面 大家知道吧 有好的机会都给大家去进行喊单 我不会轻易的给你喊单 因为如果你的资金管理不符合我的资金要求的话 不符合我要求 我是没法给你喊单 我怎么给你喊 本来它是一个三等仓的单子 你知道我怎么喊 你下二等仓 你下一等仓 你连这个仓位的概念都没有 我怎么跟你下 所以我喊单就比较麻烦 你的资金管理必须符合我的要求 因为我所能承受的压力 你不应能成不了 所以说你还得分别给你去计算资金管理模式 当然我会给我们的开户会员群去给他们喊单 因为他们的资金管理模式都是符合我们的我的要求的 因为喊单是有要求 不是随便就喊 我发现很多好朋友就是网上去找一根喊单群等等 没有计算自己的管理模式就去喊单 不知道自己扯作困多少 你把自己的资金压堵到别人的这个方向上 预计去喊单上 那怎么能好呢 对吧 所以说这点请大家能够 在道理上继续明确 如果你是来找方向的 如果你是想老盘给我喊单子 如果是这种情况的话 这个课程就不用再看了 我也不会和你这样的人取近沟通 我喜欢和喜欢这道方法的人沟通 因为受人以鱼 不如受人以鱼 告诉你喊两单没问题 但是你方法不理解 最终还是失败 好了 这是今天给大家所先聊这么多 这个时间也是比较长 那么在快结束的时候 再次感谢各位好朋友 这两个多月时间的一个陪伴 这道课程 我们前前后后录制 有两个多月的一个时间 到今天就已经完美的收幕了 感谢你的收看 我是你的好朋友艾斯潘 有什么问题 可以加我KQ 我KQ号码是25533-9553 再见